Hello 大家好 今集內容是講解 DSE 2015 年試卷2 第 32 題 而這條題目只有 30% 答對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看看圖 我們發現水平的軸變數並不是 X 而垂直的軸也不是 Y 遇到這樣的情況 究竟應該用什麼方法建立 X 和 Y 之間的關係呢? 我們就由最基本的東西開始 畫面所見是一個普通的座表平面 X 軸 Y 軸 在上面畫一條直線 假設這條直線的斜率是 2 而 Y 節距是 1 這條紅色線的方程的 equation 怎樣找呢? 應該大家都知道 根據 Y 等於 M X 加 C 這條直線的 equation 自然是 Y 等於 2 X 加 1 我們試想一下一件事 我們這兩條軸就習慣了稱為 X 軸 和 Y 軸 但是不是一定要稱為 X 和 Y 呢? 其實這兩個字母我們都是隨意選出來的 例如我們打橫這條軸不叫 X 叫 T 可不可以呢? 而這條垂直這條軸不叫 Y 叫 S 可不可以呢? 當然可以 如果是這樣 那這條等式應該會變成怎樣呢? 其實很簡單 原本寫著 X 的位置 就由 T 取代 原本寫著 Y 的位置 就由 S 取代 而這條直線來說 這兩個變數 S 和 T 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樣 就算軸的變數是更複雜的東西 例如 T 二次 開方 T 和 T 等 其實做法都一樣 只要把這個軸的變數 抄回去取代原本寫著 X 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垂直軸也一樣 無論它是甚麼都好 只要把整個抄回去取代原本寫著 Y 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建立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我們回到題目的圖像 第一步就要找這條直線方程出來 而找直線方程 我們需要這條直線的斜律 Slope 找 Slope 就好像平時這樣找就可以了 不需要因為這條Log 3 要不需要轉換一下它 不用的 好像平時這樣找 這裡有兩點 02和30 找到邪律 而這條直線的 Y 截距 Y Intercept 就是 2 我們現在有邪律 有 Y 截距 就可以找到這條直線方程出來 如果大家不太熟 我們首先第一步 這條直線方程 就像平時這樣做 即是當它這裡是 X 軸 當它這裡是 Y 軸 先寫出來 根據 Y 等於 MX 加 C 我們先找一張紙寫下來 就找到直線方程 根據剛才所說 其實這條軸 直線方程的軸 是Log 3 X 就是把整條軸 抄下來 取代原本 X 的位置 垂直軸 同樣是Log 3 Y 就是把整條軸 抄下來 取代原本 Y 的位置 這條方程 就可以把 X 和 Y 連結在一起 我們再由這條等式做起點 一路化減下去 就可以做到我們要的答案 第一步就是整條色 乘3 千萬不要遺留了正義 記得要乘3 變成6 下一步 把 X 移到等候的左邊 根據 LOG 的性質 這一塊 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塊這樣的東西 下一步 就要把 LOG 拿走 拿走 LOG 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把底數 即 3 移到等式的右邊 把 6 推上去 變成指數 即是變成這樣 如果大家怎樣拿走 LOG 不是很熟悉 可以看回另一段影片 解對數方程 我會把連結放到影片描述 而 3 的六次方 計算出來 就是 729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回到題目 答案就是 A 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其實在座標平面 打橫這條軸和打直這條軸 其實不一定要叫它做 X 和 Y 其實叫它做什麼都無所謂 遇到這樣的情況 首先第一步 就好像平時一樣 找回這條直線的方程 當你找到之後 你便將打橫的軸 變數取代原本的 X 位置 打直那個取代原本 Y 位置 就可以建立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在完結前 也補充一句 畫面所見是 14 年的試卷 1 第 15 題 看看圖像 其實跟剛剛說的這條很相似 兩條軸都不是 X 和 Y 而解決這條問題的方法 其實也是跟今天說的一模一樣 它已經連續出了兩年 14年 15年 其實大家一定要掌握得到這個概念 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